大家好,我是淘寶玫瑰套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嘗試過在淘寶網站搜尋一些關於DIY玫瑰套裝的商品呢? 其實你看起來很多都會大同小異 這次由我自己的角度出發去看看這件商品如何 買的這款是一個99粒玫瑰套裝 打開看看,裡面的間隔是這樣的 它有一張紙就會告訴你一個川崎玫瑰是怎樣摺的 我相信看我的教學會比較清晰 下面的這個部分,它就會告訴你 你可以怎樣排出不同的公仔出來 而我比較關注的就是這個押文紙 買回來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它本身已經有一些押痕 而這些押痕可不可以幫你方便一點,快捷一點 這個就要做一做實驗 在顏色方面,可以看到它有幾個色系可以選擇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個效史燈督的紫色 所以無論是盒子或裡面的顏色配置都好 我都是用了一個紫色的色系 而底部就會有一個小格在 分別是11格剩9格99粒 你可以選擇用一個膠的底托 或者用一個紫的托去分開 先試一下不同的紫材,對比一下看看 實驗一,押文紙 目標是想它的押痕已經幫我打了格子 於是我可以直接跳去花心、花反線等等的步驟 初段的部分都比較順利 唯獨去到四邊收邊的時候開始出事了 很多的線位押痕是很淺的 摺的時候很多時候都要鼓鼓下這樣做 搞到花花的結構都歪了 加上它的紫質很薄很薄 用來摺花花真的不太適合 成品摺出來很古怪 實驗二,打格板,就是最傳統的摺法 用後的紫去摺的話造型效果就好很多 我用了很多時間在最厭惡性的打格子 所以摺起來時間都很長 實驗三,武格板 之前的教學都說過了 福山玫瑰的武格板其實難度都算高 它的要求很精準,摺出來又不算分別很大 計算時間,原來跟打格板都差不多 實驗四,武格板美麗玫瑰 看圖都很清楚了 玩過這麼多款武格板的教學來講 美麗玫瑰算是最簡單的 看它的效果和成績方面都是最優勝 做完實驗,看一看效果 由一去到四,一去到四 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列表給大家參考一下 時間方面非常客觀 不需要好好說 因為我也是iPad 至於外觀方面,看回這個 不用說了 非常垃圾 福山玫瑰我本身都覺得不錯 可以寫OK 至於兩種武格板來說 其實自然很多 所以我都會覺得非常好 至於印象方面 其實福山玫瑰這種玩法 很多人都已經摺過 我又不覺得真的會有什麼新鮮感給大家 但美麗玫瑰比較少人見過 所以大家看到之後 就會有一個bling bling眼出來 總結評分 就是這個手遊紙 你看到我摺的都知道 不知道打個折扣還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是完全不贊成 去玩這隻手遊紙的額紋版 至於福山玫瑰兩種 我覺得評分相同 不需要刻意去玩武格板 你看到時間都差不多 沒有飛躍性的進步 至於美麗玫瑰非常之好 所以看到我平時玩的話 無限地玩這一款 就是這樣 小數怕長計 就用時間最短和最漂亮的花花 去摺這一款 我把它完全反轉 全部變成美麗玫瑰 輪到砌圖案 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圖案 看過這麼多款 我覺得比較突出的就是這一款 它有1314的字句 不但它外圍會有些深深 和有三種不同漸變的顏色 經過漫長歲月之後 終於全部摺光了 數目分別是 白色29 淺紫13 紫色16 深紫色41 總共99 買紫材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它的色差不算很大 看來的圖案不會很明顯 不過文具店的紫色只有三款 反正只想試一下這個套裝的效果 所以就照去碼了 我終於沿著用它的方法去排版 如果比賽我搞的話 會加入其他的花款 顏色等等 令它的視覺效果更豐富 排好了就是這樣 給大家看看 耳冠泡 在新年來臨的時候 我嘗試過把它排其他不同的字樣 即使我把比較淺色的紫色拿走 把色差提高也好 其實你看起來 你的心形也不算好 問題就是 在於原本排一個深深的形狀 它是好出的 但當你加了字的時候 其實有些部分 它是遮住了 而令到它那個深深 本身的形態就會消失了 所以當下次大家要排這些字的時候 就要像我一樣 排一個格仔 看清楚會不會把一些重要的位置遮住 加上一個附設的紙袋就完美了 哇 今集大鎮罪 真的挺壯觀的 好 好